人真的可以做到完美复显另一个人的姿态神情吗 少女的神态举止居然与死去的妈妈一模一样 男主看到之后人都傻了 这简直达到了请爱上身的境界 什么叫做天才演员的韩金亮啊 时间回到之前 小倩遭遇网暴欲轻生 还好男主及时赶到将其救下 原来因为担心她 MEM出动了全员来寻找她的下落 还好没有酿成大火 另一边 加奈和陆比也正讨论着小倩被言上的事 同样被网爆过的加奈露出了有点恍惚的表情 毕竟大家都还只是年轻脆弱的少女 被那样庞大的恶意淹没时真的很容易想要一死一致 社长也接过话题 表示至今为止参演过这种恋爱施景秀的嘉宾 已经有将近50人因此自杀 而内心痛苦或自杀未遂的人 只会是这个数字的十倍还多 在这种看似展现真实自己的节目中 参演者是最容易被观众针对的 所以阿库亚所说的谎言才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手段 在这里可谓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荧幕上展现的自我越真实就会受到越大的伤害 网民可不管他们辱骂的对象会如何 尽管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无辜 这种用言语杀人的事情却依然在每天上面 毕竟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不会吸取教训 陆比开始有点担心哥哥出事 加奈安慰到人无完人吗 被言上也肯定会有对应的原因 结果话音未落 社长就接到了阿库亚进了橘子的电话 惊掉了三人的下巴 原来路过的警察看到阿库亚怀中的少女哭得如此伤心 结果就揪着他俩一起回了警局 小倩的妈妈也被警察通知过来时 才知道最近女儿的反常竟是因为录制节目而遭遇网报 她差点就失去了这个明明自己已经如此痛苦 却还不想让她担心的乖巧女儿 外面的社长摸着阿库亚的头夸奖到她以她为荣 果然阿库亚是个面冷心热的孩子 不过本人倒不这么认为 她只是觉得人的生命过于脆弱 唯有及时失以援手才能挽回 她只是不想再像之前一样留下遗憾 之后她说会管小倩报销车费 社长刚刚才开始感动就又被整污语了 此时剧组的大家闻寻拳都匆匆赶来 吸血手当气冲上前 直接就给了小倩一巴掌 哭着说怎么可以不和他们商量就做傻事 但阿库亚没有理会这感人的气氛 理智地问道倩接下来的打算 她先是激将说到发生这种事肯定是她更占领 因此她可以选择借机退出节目 毕竟她的一名和本名也几乎没有区别 发生这种事会很影响她的日常生活 就算想借此抽身也不会有人责怪她 但小倩坚定地表示 尽管她害怕得要命 但绝对不要半途而飞 男主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 众人也纷纷表示会尽力帮忙 大家齐了融融地聚在一起 阿库亚却早有了下一步打算 既然人没事 那就该开始清算了 会造成这次事件 恶意剪辑的节目组和口无遮拦的网民都难辞其咎 那就先从把这次自杀未遂的事件炒热开始吧 警察署には記者clubというものがある 各报道機関の記者が24時間 最新情報を受け取るために待機していて 社長对阿库亚的形势大胆表示担忧 但阿库亚认为世人的关注就像场赌局 只有敢赌才能有收获 而他当然就是最敢下注的那种人 计划稳步进行 先是找MEM要了大家平时相处的照片 用来打破节目组 为了节目效果故意把黑川芊剪辑成润女的人设影响 MEM心领神会 阿库亚现在是想要剪辑一个嘉宾们眼中的现在任联 他觉得这点子很不错 应该会很有人气 毕竟现在这个网报事件也是一样 其实真的会口出恶言的人在网民占比中也并不会太多 真正占大头的还是沉默的大多数 而想要风平大逆转 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用更容易引起共鸣的意见 吸引这些路人站到自己这边 他们可以把这个新剪辑上传到官方账号 解决这件事的同时还可以狠狠蹭上一波热度 一举两得 MEM立刻自告奋勇表示他来负责上传 阿库亚还来不及拒绝 就被他自身up主的一大堆新的说服 毕竟要论擅长炒作网络话题 还得他是专家 而音乐也交给了另一个专业人士男嘉宾 吸血则在一旁提议 如果加上自己之前拥抱住小倩的画面肯定更催泪 单纯的阿修以为那时候已经停止了拍摄 但经验丰富的吸血却敢打包票节目组肯定有拍到 当时他还特意选了个好角度 于是阿库亚便找上了节目组 但他们肯定不愿轻易公开母带承认自己恶意剪辑 导演还表示他们又没有要求小倩怎么做 他干的事情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如果不愿意让节目组这么简 他就该事先来沟通 可小倩本就没有这种经验 很明显这就是挖坑让他往里跳 看着强词夺理的导演 阿库亚问到他现在几岁 答案当然是经验老道的成年人 可嘉宾们无论是怎样的专业人士 现在也都还是一群青涩的很容易犯错的未成年 作为成年人却无法保护一个孩子 这真的合适吗 最终导演屈服 而剪辑工作也开始稳步进行 比如其他人在旁边吵吵嚷嚷的当啦啦队 而阿库亚做打工人 几天后 大家的各种开心日常终于被整合好纸带上船 不过阿库亚已经被抽干了 万众瞩目中 上船的案件被按下 大家凑在一起紧张地等待着观众的热度反馈 这个饱含大家努力的视频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 依然窝在家里的小倩也收到了大家的心理 最终 不但小倩的言上告一段落 节目的热度也谁涨船高 终于 小倩决定下次节目就会回归 几人又一次相聚 希雪表示不用勉强回归也可以 但又连忙摆手说这可不是恶意只是担心 现在想说句真心话可真是太难了 但凡被断章取义一下就又是场可怕的言上 M1M趁机建议有了这次前车之鉴 小倩今后还是有个人设比较好 毕竟暴露真实的自我太容易受伤 阿库亚也对此表示认同 小倩文言红着脸说可以试试看 毕竟她的本职工作也是个演员 不过该演成什么样呢 女孩们围住了在场唯一的男性角色阿库亚 想要知道她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 说到阿库亚的理想型那当然就只有爱一人 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脸的好看 乌亚眼狗 希雪M1M超级嫌弃 接着她继续描述着她心中爱的模样 几个女孩越听越抽象 不过M1M居然立刻就锁定了她的描述 和早年去世的心也爱差不多 阿库亚愣了下 不过还是坦率承认了她确实符合条件 另两个女孩只顾调侃阿库亚 不过小倩可是真的听进去了 听说她想要试着扮演一下爱 M1M吸血起哄着来把阿库亚打下 不过她却有些嗤之以鼻 毕竟她不觉得这世上有谁能够模仿爱的样子 那种闪耀是她与生俱来的天性 回家的路上 小倩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努力回报在大雨中拯救了她的阿库亚 这么小看天才演员的才能和认真可是会吃大亏的 阿库亚君 从这时起 她开始广泛收集爱的资料 一整面墙的照片 笔记 变迁 她不但拥有足以剖析人心的敏锐直觉 更具有丰富的想象力 此时的阿库亚还浑然不觉即将发生什么 还在和加奈悠闲的聊着天 加奈吐槽说歉要是就此一决不振就好了 搞得自诩无情的阿库亚都很无奈 就算是作为同龄演员的竞争对手 加奈的敌意是不是也表现得太露骨了 加奈解释说她难免对倩的遭遇幸灾乐祸 阿库亚还是一脸意外 看着那种不解 加奈就知道了 恐怕阿库亚一点也不清楚 作为演员对手的倩究竟有多么可怕 时间很快来到了小倩回归拍摄的这天 她还是像往常一般恭敬且认真 向全体工作人员鞠躬并致浅 就在阿库亚面无表情的与她擦肩而过时 她终于亲眼见识到了什么叫天才的神乎奇迹 为了继续利用赤音的才能 渣男阿库亚表示我莫得感情 比起找个真的女朋友更想找到真爹 谁让这个天才演员不但会请神上身 更擅长推理想象 不仅能还原出小爱的一举一动 甚至就连设定度能猜想的八九不离十 可惜她肯定想不到 这位现实中的私生子 此刻真就站在她的身后 她差点离第二次凉凉就差一步之遥 看着眼前人格几乎与小爱别无二致的女孩 阿库亚难以相信她还是那个赤音 扮演着小爱的她则是一嫂之前的害羞谨慎 若无其事地问到怎么跟见了鬼样 男主只好强装淡定尽量不去在意 但他身上天大的变化 也令得众人产生同样的反应 尽管外表是赤音没错 但配上着阳光开朗起份捉呆萌的性格特有为何感 简直就像一个很熟悉的陌生人 但不可否认的是 她竟真的成功复刻出了小爱天生的独特魅力 很快 在场所有人全都陷入了她的节奏中 镜头灯光也开始忍不住绕着她打转 只见她特地来到男主身旁 感谢制作那段视频帮自己洗刷冤屈 下一刻阿库亚就肉眼可见地变得温顺起来 赤音的变化有目共睹 但感觉阿库亚怎么也跟着变得不太对劲 黄毛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 由此男主的理想情彻底失垂 只是老傲娇的他还嘴硬不肯承认 两个 CP分子继续添油加醋 随着之间距离的拉近 男主竟光速破防 头一回见到男主这么认真脸红的模样 三人顿时目瞪口袋 男主只得落荒而逃自己静静 但女生族可兴奋地不行 两人无比激动地询问赤音该怎么办 然而现在的他也请神视笑被打回原形 手足无措地害羞起来 表示和阿库亚展开真正交往的想法是有的 闺蜜团立刻窜躲起来 反正看热闹不嫌是大 另一边变成柠檬精的油马加奈 当然开始酸到埋态节目 声明后面再也不想看到男主的脸 而路比也顾不上他 只是紧盯着屏幕里的赤音 最终还是忍不住喊了一声妈妈 这时 被赤音扰乱心神的男主正陷入迷茫阶段 他察觉自己竟然还没有赤音更了解小爱 更理不清小爱对自己来说究竟算什么 是崇拜的偶像 抱有亲情的家人 又或者说是孝心变质患有恋母品 从上一期节目过后 加奈的心情就变得很糟 偏偏阿库亚赤音CP 现在还是大热综艺中的大热门配对 走在路上都不让人清静 男主离他越来越远的认知 让他的世界都失去了颜色 虽然其实是欢天喜地地答应了 但教科书是傲娇的加奈 当然是一直装作不情不愿的碎碎念 男主表明不愿意的话可以回去没关系 那他可不能同意 还是疯狂找借口 这是作为热心肠的学姐 在关心愁眉苦脸的学弟 看起来男主有事想不开 他这样的天使心肠 当然要竭尽所能地提供帮助 都翘课了 加奈本来还期盼会被带到什么有意思的场所 结果画面一转 二人世界的约会活动 竟然是来公园玩抛街球 超级无敌别扭的加奈又开始说些口不对心的话 干嘛要找根本没技术含量的他来当陪练 怎么不去找路边 不过阿库亚从来不吃这套 面无表情地回答 哪有兄长会带妹妹翘克的 再次惹得加奈吐槽恶心魅恐 他接着问那男主怎么不找其他节目组的人 阿库亚表示那只是工作 况且大部分人的诚服很深 每次与他们打交道都要打起12分精神 装得很累 但聊天对象要是他的话就会很放松 无必介意太多 换句话来讲就是他很单纯 阿库亚不需要在他面前堆积起那么多谎言来保护自己 可以放空自己自在聊天 得到男主这样的评价 加奈感觉不坏 最后开始打探男主在节目里的目标究竟是谁 理想型到底是岁数比自己小的还是大的 阿库亚文言陷入沉思 这也正是他最近苦恼的问题之一 前世的他思想比较成熟不容易被感情左右 可现在却被这副年轻的身体和环境带偏 这就表示前世的那个自己和星野阿库亚之间的界限正逐渐消失 总之就是现在的他越来越靠近真实高中生的心态了 当然也会把同龄女孩认知为恋爱对象 不过果然还是会更喜欢年少 想到比他高一年级 加奈又开始肆意畅想 可转念一想赤婴也同样符合条件 他又阴沉下脸 化悲愤为力量将求大力投出 和加奈这么玩玩闹闹 这几天一直困扰着他的心结也就成功解开 对赤婴并非是抱有喜欢的感情 他真正注视着的是其背后小爱的影子 节目很快迎来最终化的拍摄 赤婴来感谢阿库亚在节目里利人设的建议 而阿库亚只是偏过头表示他模仿的小爱确实活灵活现 想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谦虚的他表示没那么厉害 平时也就看过一点点犯罪册写的书 而且还会加入一些想象的设定来补充不足的部分 就比如小爱其实有私生子之类 男主眼中的星星变黑 复仇的火苗再次燃起 询问过后得知他的推理能力更是逆天 简直是本人清零 这样的天赋让他浮现出了贪婪欺飞的念头 为了达成目的 哪怕要利用对方的感情也在所不惜 节目终于迎来尾声 阿修不出意外地向小雪发起告白 但却被他当场拒绝 瞬间泼了观众们一盆冷水 其他CP也都无疾而终 但这却给了男主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 毕竟若是就这么让节目平淡地结束 之后他与赤音之间可能不再会有交集 为了能长久利用对方 被仇恨遮住双眼的他决定走上渣男道路 就此节目表面上圆满收官 而沦为败选的佳奈则在床上偷偷抹眼泪 节目组成员一起到酒吧庆祝 他们都超想知道男主两人是否会真的继续发展下去 男主没有搭话 而赤音红着脸表示毕竟还有工作 若真的谈恋爱可能不太方便 阿修觉得以他们这年计交过一两个男朋友很正常 MEM立刻就拿看起来就惊艳老道的小雪做比较 结果小雪居然也真是母单 纯情得很 虽然艺人基本都以禁止恋爱为卖点 但通过节目关系开始交往反而不会被当成丑闻 是好机会哦 此时导演也赞同MEM的说法 从现在起节目不会再干涉他们发展 并且之前已经有好几对从交往到结婚的情人 不过也有会用这个来蹭热度的情况 导演提醒要慎重 年轻人别被一时的假象蒙蔽内心而遭到利用 也算是肮脏大人给他们的一点忠告 不过大家转头一看男主怎么跑路了 原来是他刚完成与迪慕的约定就立刻约见想要兑现 期间两人因言上事件再次头脑交锋 但迪慕还是说会遵守约定透露小爱的事情 约好下个星期一起吃寿司的时候告诉阿库亚 他离开时大家正好来找阿库亚回去 然后吃音询问阿库亚 想知道他们接下来怎么安排 之间的交往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过其实他也能看出男主并没把自己当成异性看待 阿库亚承认他说的这句话 这场交往本质上只是工作上的延伸 但实际上阿库亚对作为演员的他非常感兴趣 这句话绝对不掺杂任何谎言 得到这种评价的赤音表现得很开心 所以决定暂时跟男主假扮情侣 这边是节目成真现实靠眼 不过小雪那边其实是节目中拒绝现实却成了真 偷偷与阿修开始了地下练情 等派对结束六人分成两组各走一边 MEM住的地方和男主非常近正好顺路 途中男主说出了一直以来的疑问 明明毕小婷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偶像 为何他会如此了解 此时他停下脚步坦白内心的秘密 其实他原本也是想当偶像的 毕小婷可是他的憧憬 只是经历的挫折太多不得不放弃 文言 男主又开始向他伸出诱惑魔爪 邀请他加入新生代的毕小婷 黄毛一愣 先是打哈哈说别开玩笑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